近日,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ICU病房外开设陪护胶囊舱,为陪护重症患者的家属提供休息室,胶囊舱一经推出就在网上引起讨论,许多网友纷纷点赞支持,表示应该大力推广。 记者在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看到,该院重症医学科、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外走廊,各摆放者5个胶囊舱,目前都处于实用状态。 就是比以前的话方便很多,反正就是到病房呀都很方便,住在这里很多东西啊,就是就可以收纳在里面嘛,就是比较隐私性也比较高一点。 王先生表示,有了胶囊舱后,自己在陪护家人的同时,也可以顾及到工作,舱内可以给电脑、手机等电子设备充电,避免在院内反复奔波,寻找充电设施,密闭的空间也使得自己不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。 据悉,胶囊舱内除了为患者家属们准备了基础的被褥、照明、通风、消防等功能,还设有独立的顶灯、镜前灯以及换气扇,在控制面板上配有电源插口和USB接口。 患者家属通过拨打胶囊舱上的电话即可办理入住手续,收费标准为24小时50元。 因为咱们这个重重监护室的特殊性,咱们这个患者家属又不能随床陪同,而患者呢又随时可能出现一些状况,患者呢日常的话,他们休息是在这个走廊上,这个座椅上,甚至打地铺,他们本身这个心情已经不是很好,然后再加上休息不好,很有可能就是会出现一些身体,其他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。 所以我们通过,希望通过这个设立这个胶囊舱,给患者来相对提供一个,相对而言,比较私密,比较安静的一个温馨的一个空间,来给他们休息。 申宣伟称,胶囊舱在运行过程中,患者家属的反馈都还不错,舱内相对独立的空间使得他们可以更好的休息,齐全的设施设备也方便了生活所需。 据悉,胶囊舱的卫生目前由院内的保洁员负责,他们经过医院专业培训,可以在最大程度上确保舱内的卫生安全,让患者家属住得放心,住得安心。 除了这个胶囊舱以外,我们医院还提供了一些免费的一些便民措施,类似于这个爱心厨房,还有这个电瓶百度车,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陪护宿舍。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服务措施的话,让市民去更好的去就医,然后让这个患者家属更好的去陪护,同时让医疗服务呢更加有温度。